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分享熬游160篇,陆宇刚刚要调整东阿市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众人内心都是波澜起伏,甚至有很多怨言,就连逃城南都站出来阻拦,但如今,他们却无言以对了。 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听说陆宇没有理会省审计厅江敏了,如今省审计厅审计出这么多问题,就是在赤裸裸地报复。 可问题就像陆宇刚刚问的一样,这件事情陆宇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负责? 这就是严重的办公室失职失责,李全民脸一阵红,一阵白,坐在那里,打掉牙往肚子李燕,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陶城南心中对李全民十分不满,这种低级的错误发生,就是在自己黑自己。 陆宇来了,就算是想要把陆宇想办法弄走,也要采取办法,采取动脑子,也不能采取这样的低级做法。 陶城南只能看向陆宇说道,陆市长,省审计厅审计出如此多的财政问题,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陆宇对于陶城南打出的官腔,他淡然一笑说道,现在东阿市要发展,必须要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既然省审计厅能够审计出这么多财政问题,那就让这些问题全部都曝光出来好了。 陶城南的眉头紧锁,没想到陆宇如此执拗。 陆宇很淡定,又环视一圈众人,笑着说道,所谓不破不立,历史遗留问题不破除,我们怎么会有新的发展? 最后,目光看向了李全民,满脸都是笑容地说道,就像李市长对于东阿市市政府非常满意一样,若是永远都这样满意, 那么这些问题还会再发生,以后我们发生了怎么办? 陆宇轻描淡写的两句反问,把这件问题直接给推掉了。 如此一来,陆宇是真的轻松了,因为现在整个东阿市,没有人与他有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与他有关,所以他坦坦荡荡。 可对于其他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其他人此刻面对的,可是眼前的复杂局面。 陶承南深吸一口气,看向陆宇说道,刚刚听了陆市长的这番话, 我对于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谢鹏举的工作也是非常不满,这是对市长严重的轻蔑和无视。 陆宇立即明白,陶承南这是要打着官枪给自己一个支持,不过这正合他的心意。 笑着接了下来,真诚地说道,谢谢陶书记支持。 陶承南脸色又是一变,他的这句话,官枪成分更多,却没想到陆宇已经当成真了。 陆宇则是趁机看向李全民开口说道,市政府这个办公室主任,我肯定要撤掉。 李全民的脸色极度难看。 陆宇看向众人说道,一个办公室,如果都不听我的话,运转不起来,那整个东阿市又怎么能够运转起来? 陆宇丝毫不掩饰自己想要立威的想法。 李全民额头青筋抱起,拳头在桌子底下用力握紧。 李全民过去听说过陆宇锋芒毕露,听说过陆宇霸气十足,却没想到陆宇第一次见面就如此霸气。 陶承南极力地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怒火,看向陆宇说道,陆市长有合适的人选吗? 李全民听到陶承南询问,他的眼珠转动,连忙看向陆宇说道,既然陆市长不满意,那就换好了,您说换谁就换谁。 李全民拿出一副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推掉的架势,想要看看陆宇能怎么样。 毕竟整个市政府都没有陆宇的人,他能够用谁呢?陆宇倒是很平静,心中暗笑,这些人慢慢进入自己的节奏了,他都没有沉思,直接说道,那就让办公室的副主任接主任好了。 办公室有三个副主任,不知道陆市长想让谁接任呢? 李全民已经迫不及待地追问,我也不知道办公室三个副主任都是谁,我只知道有一个叫刘斌的副主任,这两天给我安排食宿,那就让他来吧。 陆宇说得很随意,但他的目光却在现场所有常委的脸上扫过。 他想要看看,提及刘斌,谁会反应激烈。 陆宇敏锐地发现,市委副书记龙鹏魂的脸色变化了两下,但很快就拿起水杯喝水,掩饰过去了。 陆宇心中咯噔一下,他已经知道刘斌背后的靠山是龙鹏魂。 这个意外发现,倒让他感觉很高兴,或许通过刘斌能够拉拢来中立的市委副书记。 要是自己二把手和三把手合力,在东阿市市委常委,也是力量不小。 陆宇心中窃喜,出乎意料。 其他常委没有说话,而是陷入了沉默。 陶城南的神色一连变化了几次,最后说道,我这边没有意见,其他常委呢? 李全民也急吼吼地想要表现说道,我这边也同样没有意见。 龙鹏魂此时才点点头说道,我也同意刘斌担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转眼间已经有了四票,剩下的常委也很自然地都顺干爬,把这件事情定了下来。 刘斌担任市政府的办公室主任的事情,就这样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作为市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正常情况只要在市政府的党组会上通过,其实就可以了。 今天在这里来研究,其实是高规格。 不过,也算是特事特办了。 这件事情也侧面反映出来,各级对市政府这个办公室主任都非常关注。 李全民看这件事情确定,立即看向陆宇问道,陆市长那原主任谢鹏举呢?他做什么合适? 陆宇听出是想要给谢鹏举谋个位置,陆宇心中冷笑,毫不留情面地说道,在办公室担任一个普通人员好了。 李全民嘴角抽搐两下,想要替谢鹏举说话,但是感觉没有人会支持,也就闭嘴了。 陆宇心中却都是冷笑,关于谢鹏举,他还要留着呢。 谢鹏举在办公室待不下去的时候,自然就会闹事。 闹事的时候,就是他可以趁机调整市政府其他部门的时候。 陆宇又是走了一步,已经安排好了下一步,他现在就等着这些人一点点地进入他的节奏和布局。 陶城南看向陆宇说道,陆市长,现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已经解决了,让你满意了。 那么关于省审计厅审计这件事情。 陶城南只是说了一半,后面的话留下了,但言外之意就是需要陆宇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陆宇的眼底充满了严肃,但心中都是喜悦,用力地点点头说道,那我现在就去见一见江巡。 陶城南闻听,算是心中满意,点点头。 不过,他也盼着江敏不给陆宇面子,灭灭陆宇的威风。 李全民站起身主动说道,我陪陆市长一起去。 陆宇没有反对,但心中效益更浓,等着问题更严重好了。 陆宇站起身和李全民离开了常委会,这个常委会也就这样结束了。 而陆宇现在准备再去让江敏气恼,然后让财政局局长韩濒这个市政府党组成员乖乖听话。 半个小时后,陆宇来到了东阿市财政局。 李全民前边带路,带着陆宇很快地就来到了正在检查的会议室。 财政局局长韩濒,此刻满额头都是冷汗,围在省省寄厅巡视员江敏的身边,满脸堆笑地解释。 看到陆宇和李全民两个人进来,韩濒就像是看到救星和希望,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连忙主动走过去,伸出手看向陆宇笑道,陆市长您好。 陆宇看着眼前的韩濒,脸上笑容淡定,用力握住韩濒的手,笑着回应道,韩局长您好。 不过,陆宇的目光却一直打亮着眼前这个中等身材,发胖的韩濒,圆鼓鼓的脸上散发着红光。 此刻,虽然流着冷汗,但依然显得很有气势。 这个韩濒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双小眼睛不大,透着精明和光亮,就像是一只狡猾的老鼠。 想到这是财政局,陆宇觉得倒很适合韩濒这种人。 韩濒看到陆宇打亮自己,也是连忙陪笑说道,陆市长来了以后,我还没有时间去找您报道,希望多多谅解。 韩局长这边迎检工作重要,只要把检查能够迎接过去,比见我更重要。 陆宇说完,松开韩濒的手,他就很平静地走到了会议桌的南侧坐了下来。 而他对面就是那些审计厅正在审计的人员。 本来江敏和审计厅的人看到陆宇来了,以为是陆宇听说检查出来问题,心中紧张,才来看他们,更是猜测陆宇会主动过来打招呼。 想到中午被陆宇的慢待,这些人眼中还露出了一些高傲,想要等打招呼的时候故意挤兑陆宇两句。 只是很可惜,陆宇表现得非常平静,以至于平静地让他们都感觉自己又被无视存在了。 审计厅的众人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巡视员江敏,眼神中露出了寝视。 江敏也是被陆宇的性格给刺激了,抬手轻轻地撩动一下自己的秀法,低头继续看财政局的材料,也同样没有理会陆宇。 审计厅的其他人自然明白了江敏的意思,也就没有和陆宇打招呼,继续查问题。 甚至他们心中都憋了一口气,不仅要查问题,更是要将东阿市查个底朝天,让所有的财政问题全部都暴露出来。 李全民本来兴奋地陪陆宇前来,还以为陆宇能够对中午的事情做个补救。 甚至在他心中还冒着一个想法,想要看看陆宇八戒审计厅众人的样子,将来传出去,给陆宇抹抹黑。 如今倒可好,陆宇表现得比审计厅的人都牛逼。 这让他摸不清头脑,财政局局长寒冰更是一头雾水。 本来还寄予厚望,现在可好,啥厚望都没有了,反而感觉自己面临的压力更大了。 陆宇坐在座位上,正好面前放的是一个财政局的汇报报告,他就拿起报告翻看了起来。 看到报告的第一页里面写的总体情况,整个东阿市财政亏空真的有一百多亿。 与陆宇的头皮都发麻发木,这么多钱怎么解决? 这可不像当初封都县的重建,虽然需要的钱更多,但大家是齐心协力。 眼前的东阿市就像是个无底洞,就算是自己能够弄来钱把这个洞补了,那下一步呢? 陆宇的心中都是冰冷,他觉得东阿市这个地方存在着很黑的内幕。 虽然今天看的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农志文给人感觉似乎很犀利,但他觉得这个人肯定失职。 陆宇继续翻看下去,一直到看完,基本上才发现整个东阿市这些亏空,多数都是在工程烂尾上。 而这个烂尾的工程承包商,多数都是在冯氏集团。 这让陆宇对于冯氏集团还有上任市长王海峰充满了好奇。 甚至觉得,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 陆宇现在反而希望审计厅那边能够审计出更多的问题,甚至是越多才越好。 陆宇开始认真的看起了这份报告,而且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 省审计厅的人越是看到陆宇不理会,心中越是不爽,审计的也就更加卖力。 寒冰不停地看着李全民,脸上露出了求助之色,可李全民同样无能为力。 今天与陆宇的第一次过招,他就感觉到了陆宇的犀利。 很快到了晚饭时间,江敏看向自己同行的人员说道, 大家把手中的活鲜放下,我们去吃饭,吃完饭以后继续来审计。 好的,江巡。 审计厅的人纷纷点头。 寒冰听说饭后还要加班进行审计,他的脸都苍白了,感觉就像是要将自己的底裤都给扒下来。 李全民看到陆宇还不打招呼,他只能是硬着头皮上前对江敏说道, 江巡,我们还是到市政府吃饭吧。 江敏像是才刚刚看到李全民一样,微笑摇摇头说道, 不必了,就在财政局吧。 如果有工作餐,我们就吃工作餐,如果没有,我们就自己出去吃饭,完事回来。 江敏说话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看他对面的陆宇,仿佛对于陆宇都无视了。 李全民听说要出去吃饭,这有些尴尬了,他看了一眼韩冰问道,财政局有晚饭吗? 韩冰也没想到工作组会表现得如此敬业,本来他还专门安排了晚饭,想要好好招待。 借着饭局摆平问题,如今看来是不需要了。 韩冰有点为难地看向李全民说道,我们财政局晚上都没有晚餐,只有值班的人员有一个简单的晚餐。 李全民对韩冰的表现还算是比较满意,这样就不能在财政局吃了。 他连忙看向江敏说道,江巡,这里面没有合适的晚餐,要不然我们统一去招待所吃吧。 江敏摇摇头,笑着看向李全民说道,那不必了,一会儿我们派人出去买一些筒面回来,直接泡面吃好了。 李全民闻听,肺子都要炸裂了,余光扫了一眼还在那里看文件的陆宇,心中恨死陆宇了,这都是陆宇惹的祸。 陆宇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似乎对于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在意,或者是没有听到。 韩冰满脸为难地看向江敏说道,江巡,怎么能让你们工作组吃泡面呢? 我这边就让食堂准备晚餐,我觉得吃泡面也可以。 只要不饿能干活就行呗。 顺便给我也带一桶。 陆宇此刻才开口说话。 他的一句话,也让整个会议室内变得安静。 江敏的脸色很难看,但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而旁边一个年轻人已经站起身,看向江敏说道,江巡,我出去买方便面,一会儿就回来。 江敏没有说话,只是微微汗手,年轻人站起身,很快就出去了。 李全民看到工作组竟然真的吃泡面,他现在更加为难了,目光扫过陆宇,在他眼中,这个陆宇似乎就是个不近人情,一点官场礼貌都没有。 江敏现在都要紧张得吓死了,继续这样审计下去,还不知道会审计出什么问题。 陆宇扫视了一眼屋内,看向陶城南问道,东阿市审计局的人呢?他们为何没来陪同? 李全民听到这个询问,也是愣了一下,觉得不应该啊。 陆宇看向李全民,连忙解释道,郑明起局长出去开会了,今天不在东阿市。 李全民算是松了一口气,他担心陆宇对审计局也不满,如今出去开会了,那就是无关了。 陆宇却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看向陆宇说道,你现在去给郑明起打电话,让他通知审计局的几个副局长,全部都到这里来。 寒冰愣住了,没想到陆宇好端端的竟然让审计局的人来。 正常审计厅的人来检查,审计局陪同是应当的。 只是因为这一次重点审计的是东阿市财政,所以审计局那边也就没有派人过来。 如今,陆宇直接指出这个问题,寒冰也没有办法,只能是给郑明起打电话。 为了不得罪人,寒冰是当着陆宇的面,打得电话很快接通,他就将电话免提,郑局长。 寒局长您好。 郑明起笑着回应。 郑局长,现在省审计厅的江巡,正带人审计我们东阿市财政,陆市长也在这里。 他让你通知审计局的几个副局长全部到这里来。 寒冰现在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没问题,所以他根本就不管另一边的郑明起了。 另一边的郑明起,听说陆宇在这里,更是让审计局的副局长来。 他的脑袋都嗡嗡直响,大了几圈。 他本来是出差,但今天已经回来了,宪政坐在酒桌上。 而他刚刚回来以后,回了一趟审计局,审计局的人都知道他回来了。 现在自己要是不来,让那些副局长来,大家肯定心中就不干。 可是自己已经喝酒了,万一陆宇发怒,可就麻烦了。 没有听到吗? 陆宇已经不耐烦,声音冰冷地开口问道。 郑明起隔着电话,都全身打了个机灵。 他虽然没有见过陆宇,但陆宇一次次地出名,让他听过陆宇的声音。 陆市长你好,我听到了,我马上就通知。 郑明起连忙说道,你干脆让审计局的党组成员都一起过来。 陆宇此刻直接将范围都扩大了。 郑明起脑袋都已经大得像南瓜了,现在他就跟着两个党组成员在外面吃饭。 从现在开始,半个小时内赶不到,马上就免去党组成员的身份。 陆宇说完,不再说话,但浓浓的压力已经传达过去。 就连省省寄厅的人听着都心中发颤,他们都耳闻过陆宇高傲,做事果断, 却没想到陆宇第一次当着他们的面就如此霸气。 江敏没有说话,反倒是对眼前的陆宇很感兴趣,想要看看这个陆宇会如何接下来处理。 好的陆市长,郑明起答应后,慌乱地挂断电话,开始通知。 今天也真是巧了,审计局这些党组成员都在外面,也都有应酬,也都喝酒。 接到这个通知之后,一个个从酒桌上下来,赶往了东阿市财政局。 郑明起本人犹豫半天,还是没赶来,与两个党组成员打过招呼,专门叮嘱后,才让他们过来。 十几分钟不到,就陆续有人已经来到了东阿市财政局的会议室。 不过,进来的人身上都带着浓烈的酒味,让整个会议室瞬间都充斥着浓浓的酒气。 江敏等人的脸色不悦。 李全民嗅着空气中的酒味,眉头都拧成了穿字,他知道陆宇肯定又要发飙了。 而寒冰此刻很同情这些审计局的党组成员,作为一个强势的权势部门, 这些人每天被巴结的人太多了,所以每天都应酬不少。 今天好了,虽然也是下班以后去喝这个酒,但估计陆宇肯定会怒了。 陆宇抬手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刚刚距离下班时间过去了不到一刻钟。 而这些人现在身上的酒味已经浓烈到这种程度,这酒喝得未免也有些太快了吧。 陆宇的眼神中都是冷笑,他已经觉得这些人现在就是找处分了。 昨天在市政府,看到没有人加班,他就想过要整理这些作风,今天正好拿审计局开刀了。 接下来,审计局的党组成员陆陆续续都到了。 审计局一共有七个党组成员,局长正明起没有来,剩下了三个副局长和三个普通成员。 这六个人都是脸色胀红,身上酒味浓烈,目光看向陆宇,额头渗出了汗水。 陆宇却没有说话,看着站在面前的六个人,年龄最年轻的也都四十多岁,年龄大的都已经五十多岁。 而年龄最大的那一个,似乎喝得酒更多,已经脸红脖子粗,还在不停地喉咙蠕动,似乎酒反胃都要吐出来,又强行咽了回去。 陆宇看了都恶心,不过他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六个人。 李全民知道陆宇,此刻憋着怒火,他心虚了,目光冰冷地在六个人脸上扫过问道,你们刚刚在哪里喝酒? 喝了这么多。 李全民故意说得很严肃,目的也是给他们搓个梯子,让六个人能够找个理由。 六个人也明白,只是他们现在摸不清陆宇的意思,都是满脸堆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陆宇看到李全民想要保护六个人,他脸上的笑容也浓烈了,注视着面前的六个人说道,谁不是下班时间去喝的酒? 首先站出来,我给你一个原谅的机会。 陆宇的这句话一出口,现场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来,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审计局这六个人顿时面色俱变,互相看向彼此,不知所措。 李全民的脸漆黑如墨,六个人中有好几个都是他提拔的人,觉得很丢人,但又不忍心。 而这六个人也都很默契,将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李全民,眼神中露出了祈求之色。 你们这些人下班就知道往酒局赶,这酒喝得也太快了。 李全民对着几个人怒声呵斥,不过言外之意是在提醒几个人不要承认,就说是刚刚去。 六个人立即明白李全民的意思,他们看向陆宇纷纷说道,陆市长,我们都刚刚去。 陆宇看到六个人这个时候还撒谎,这是给机会都不要。 他倒是很自然,脸上的神色极其淡定,微微一笑,似乎根本就没有怀疑。 这让六个人弄不清陆宇的意思,他们只能是微笑回应陆宇。 陆宇似乎也不再追究,转移话题问道,省省记听来,东阿市审查,你们为何没有人陪同? 六个人见陆宇转移话题,都长出一口气,不过却没有人说话。 你们没有听到我的询问? 陆宇看到六个人不回应,脸色微微阴沉地问道。 六个人神色顿时有些慌乱,连忙看向陆宇,但还是都不说话。 现在自己心中不仅没底,更重要的是,开口就害怕吐出来。 陆宇眉头紧拧,脸色不悦地扭头,看向旁边的财政局局长韩斌问道, 韩局长,你刚刚说他们的政局长出差了,对吧? 韩斌只能是硬着头皮回应,是的,他们政局长出差了。 陆宇目光扫视六个人,脸色阴沉地问道,谁是常务副局长? 六个人中那个年龄稍长,也是酒气最浓的人,只能是硬着头皮站出来,看向陆宇说道, 陆市长你好,我是常务副局长何明。 陆宇看到何明喝得醉熏熏,眉头皱了两下,却没有发火,而是笑着问道, 关于审计厅来检查这件事,你们审计局不知道吗? 何明脑袋直接摇成波浪鼓,陆市长,我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陆宇倒是愣了一下,目光刷的一下,看向了财政局局长韩斌。 韩斌这下紧张了,陆宇这是误会,自己没有通知了,忙看向何明说道, 这件事我已经向你们政局长通知过,他难道没有告诉你们? 何明摇摇头,依旧是一副坚定,他甚至还看向旁边的其他几个党组成员。 其他几个人倒是很默契,都捅一摇头,表示不知道。 韩斌这下紧张了,若是这样,岂不是自己的失职? 想到陆宇可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要是他真的发火,这件事还不好办了。 韩斌急得额头都冒出冷汗,看向陆宇解释,陆市长, 这件事我真的跟审计局的正名企局长说过。 陆宇就像是没有听到解释,脸上毫无任何变化,甚至有些漆黑。 韩斌这下彻底地慌乱了,他急着自己洗白自己, 于是找到审计局局长正名企的电话,就拨打过去。 另一边的正名企已经从饭桌上来, 他现在也是在不停地想办法,想让自己身上的酒味少一些。 如今看到韩斌又拨打电话过来,以为这边出了什么岔头,连忙慌乱地接通。 韩局长你好。 郑局长,关于省审计厅来审计这件事,我通知你了,你们审计局难道没有其他人知道? 韩斌声音冰冷地对着另一边正名企询问。 正名企意识到不好,韩斌生气了,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还是故意装作自责地说道。 韩局长,这件事情是我在外面开会,忘记通知几个党组成员了。 正名企现在不敢把黑锅推给别人,毕竟自己回来了,现在撒谎没有回来。 这要是几个人怒了,把他出卖更难办。 站在旁边的和明几个人长出一口气,心中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压力。 韩斌目光也连忙看向陆宇,眼神中露出了一副轻松。 陆宇却挑挑眉,对着另一边的正名企说道,你在什么地方开会? 我在庆东市开会。 正名企听到陆宇询问,连忙回应。 陆宇知道,按照目前规划管理,东阿市隶属于庆东市管辖,但是东阿市很快就要调整,将会由省里执管。 你这样吧,马上从庆东市回来。 陆宇对正名企安排道,又看向几个党组成员说道,你们几个到旁边去站着,醒醒酒。 一会儿审计听的人吃完泡面,你们陪同检查。 正名企在电话另一边听到陆宇的这个安排,都忍不住脑袋嗡嗡直响,他本来还想要解释。 可后来听到陆宇让其他几个党组成员站在旁边等着,他什么都不敢解释了。 连忙对陆宇说道,陆市长,那我现在就赶回去。 陆宇都不再理会,而是看向韩斌说道,接下来的审计过程中,要求审计局的人全部陪同,对于所有审计出来的问题认真记录。 陆宇又看向审计局的常务副局长何明说道,既然你们的局长正名企没有给你们部署任务,那我亲自给你们六个人部署工作,从现在开始全程陪同。 六个人听到陆宇的这个安排,心中较苦哀嚎,但是却都没辙,都只能是连忙点头,不敢反驳。 审计局毕竟是市政府的下属部门,他们就算是市里有常委坐靠山,但陆宇的话也不得不听。 只不过,几个人心中都有些紧张不安,因为他们喝酒喝得太多,一直在反胃。 这要是站在这里,会不会?这个会不会还没等想完,何明就挖得一声吐了出来。 这一口喷得很远,满地都是,更是让屋内瞬间酒气弥漫。 审计厅的巡视员江敏眉头皱了皱,晚上的泡面他都不想吃了。 寒冰等人脸色也是难看,这是会议室,更是在迎接省里的审计检查。 审计局的人却是在这里吐得一塌糊涂。 何明非常尴尬,不过他现在感觉醉意更浓,扶着墙洞都动不了。 陆宇看了一眼其他五个党组成员,你们帮何明收拾了吧。 五个人本来也是腹内翻江倒海,和明地突然呕吐,让他们也是不受控制,哇的一声,跟着吐了出来。 这下可好,整个会议室内都是难闻的呕吐气味,更是恶心地让人都想呕吐。 审计厅有个女同志都已经受不了,捂着嘴跑了出去。 寒冰也连忙去把窗户打开,散去会议室内浓烈的酒臭味。 陆宇却是非常淡定,注视着和明六个人,既然你们都是刚刚喝酒,那么应该不会喝太多,把这个地面收拾干净。 和明六个人,此刻内心都是一片哀嚎,他们知道陆宇已经知道他们在撒谎,在变相地惩罚。 其中一个年龄在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的党组成员终于承受不住压力,看向陆宇说道, 陆市长,我们今天下午没有下班就去喝酒了,而且我还是和局长郑明齐一起去喝的酒。 哄!这句话就像是原子弹在整个屋内响起,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李全民目光凶狠地瞪着说话的王浩,他都恨不得上去给王浩两巴掌。 这一个出卖,会让郑明齐完蛋了。 陆宇看到李全民的犀利眼神警告,故意看向问道, 李市长,他刚刚说的话,我没有听清。 李全民顿时有些慌乱,知道陆宇故意考验自己,也不敢再撒谎, 连忙看向陆宇说道,王浩说,他们没有下班就去喝酒了, 而且郑明齐也在陪着他们一起喝酒,说明郑明齐回来了。 郑明齐不是在出差吗?不是在庆东市吗?怎么竟然还回来了? 陆宇一连三个询问,让李全民和审计局的六个人神色慌乱。 韩局长,你再给郑明齐打电话,这次记得录音。 陆宇看向韩冰安排到的。 韩冰心中很同情郑明齐,这个雷爆得越来越大了, 而且现在当着省省寄厅检查人员的面,脸都丢出去了, 没人能够保护他了。 毕竟这种事肯定会传出去,一旦传出去, 谁要是保护他们,岂不是给自己找毛病? 韩冰找到郑明齐的电话又拨打过去。 另一边的郑明齐正在冲凉水澡,想要让酒味消除。 不过,他的手机还放在不远处,听到手机响, 连忙过去将手机接通,看到又是韩冰电话, 心咚咚乱跳地接通说道, 韩局长,我刚上车,往回赶了。 已经点开录音的韩冰,听到郑明齐还在撒谎, 他很同情,目光看向了陆宇。 陆宇平静似水地开口说道, 郑局长,你们党组成员的六个人全部都在财政局的会议室呕吐了, 有个叫王浩的党组成员,更是说你下午带着他们一起去喝酒了。 郑明齐感觉自己的脑袋就像是被重锤敲击了一下, 整个人都冰雕半站在那里,拿着手机傻了。 我不知道是你们谁在撒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需要核实。 陆宇说完,故意看向了那个党组成员王浩。 王浩现在也只能是继续如实地交代, 对着另一边的郑明齐说道, 郑局长,我已经如实地交代了。 郑明齐听到王浩的声音,胸口像是扎了一把刀, 王浩刚刚在酒桌上的谄媚好感消失一空, 害怕紧张和憋屈地要命。 他几乎是强忍着怒火, 陆市长对不起,刚刚的却是撒谎了。 你和我说对不起没有用, 我在财政局的会议室, 等着你从庆东市赶回东阿市, 你还在路上,对吧? 陆宇说完,挂断电话,不再理会。 另一边的郑明齐, 感觉后背就像是刮过梁峰, 他的心已经沉到谷底, 知道自己这次彻底碰壁,要完蛋了。 他已经顾不上其他, 简单收拾一下, 急吼吼地赶来了财政局。 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 自己的这种情况, 没有人敢帮忙说话。 会议室内的和明六个人, 吐完之后没有更多的清醒, 反倒是晕晕乎乎, 所以始终都没有收拾地面。 陆宇也没有让寒斌收拾, 整个现场就是一片狼藉。 大约二十分钟后, 郑明齐来到了会议室。 看到眼前呕吐物, 他也是腹内一阵翻江倒海, 想要掐住脖子控制, 却没有控制住。 哇的一声, 同样吐了出来。 这下可好, 审计局的七个人, 全部都在这个会议室里吐了。 撒谎后来的局长郑明齐, 就像是专门赶来补上一样。 一句话没说, 就先证明自己喝多了。 韩冰的脸都黑了, 他简直要被审计局这些人给气死。 本来审计一堆问题, 陆宇不满意, 现在审计局来献丑, 脸都丢光了。 李全民的脸更是阴沉似水,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郑明齐, 可是他用起来的人, 更是跟他很紧的人, 如今可好。 这丑出的都被省里人知道了。 郑局长, 我还以为你来了, 能够把这里收拾了, 却没想到, 你竟然带头在这里呕吐。 陆宇无比平静地, 注视着郑明齐说道。 郑明齐现在想要说话也不敢说, 害怕自己再次呕吐, 只能是苦哈哈地看着陆宇。 陆宇看向李全民说道, 你把纪委农书记电话给我。 嗡。 众人听到陆宇邀纪委书记农志文的电话, 全都耳边一阵轰鸣, 心头剧烈跳动。 李全民虽然郁闷, 可是也不敢不给, 连忙找到纪委书记农志文的电话, 给了陆宇。 陆宇拿出手机, 拨通了农志文的电话。 另一边的农志文, 并不知道陆宇的电话。 接通后, 语气中透着严肃问道, 你好。 哪位? 农书记您好。 我是陆宇。 陆宇微笑回应。 农志文听到是陆宇, 连忙换了口气笑着说道, 陆市长您好。 请问有何指示? 审计局党组七个人上班期间出去喝酒, 对审计工作不上心。 如今在财政局会议室内全部都呕吐, 一片狼藉, 我建议纪委深入调查一下这件事。 陆宇对另一边农志文语气中已经带出了命令。 农志文虽然不爱听, 可也是脑袋嗡嗡直响, 他没想到整个审计局被一窝端了。 关键是, 这个问题出得太低级了, 人证物证都有, 谁都保护不了。 陆市长, 你是说把七个党组成员全部调查? 农志文带着何时的语气对陆宇询问? 是的, 必须要全部调查, 首先他们对我撒谎, 第二, 就是他们全部都出去喝酒。 第三, 他们对工作不尽心, 省审计厅来审计查询, 如此严肃, 陶书记如此重视, 他们竟然根本不管不理, 这是严重的失职独职。 陆宇三个方面, 直接将这件事的性质都给定义出来。 农志文额头都渗出汗水, 他知道这几个人恐怕真的完蛋了。 对于陆宇的反腐, 所有人都很清楚, 毕竟在丰都县的时候, 就连密云市的市委常委, 都没少被他给送进去。 如今是审计局局长, 肯定不会心慈手软。 农志文没想到陆宇来东阿市的第一道, 出手如此犀利。 好的陆市长, 我现在就派人过去。 农志文不敢把这件事情拖延, 只能是痛快答应。 我这边亲自和陶书记汇报, 具体调查, 就辛苦农书记了。 陆宇说完, 挂断电话。 农志文听到陆宇要亲自报陶城南, 他就彻底地心凉了, 他知道陆宇现在已经是不给机会, 要彻底调查这件事情。 农志文只能是连忙打电话找人, 更是亲自带人赶来。 陆宇也已经拨通了陶城南的电话。 陶城南看到是陆宇的电话, 还以为是审计的问题解决了, 于是在另一端笑着接通问道, 陆市长, 省里的审计工作解决得怎么样? 陆宇脸色极其平静, 很从容说道, 省里的审计工作还在进行中,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陶城南在另一端立即有些不悦, 警惕地问道, 出现了什么情况? 审计局的人全部都说谎。 陆宇把刚刚东阿市审计局的情况 全部都告诉了另一边的陶城南。 陶城南听到这种情况之后, 他的心头就像是被刀扎了两刀, 怒火都要熊熊燃烧。 此刻若是郑明起就在他对面, 他一定会上去给两巴掌。 这是猪头吗? 错误犯得太低级了。 再听到陆宇已经通知纪委农志文 带人过来调查, 他就知道这些人的事情肯定不能善了, 至少审计局这些人都要调整了。 陶城南现在都后悔让陆宇来处理这件事, 非但没有什么处理效果, 反倒把审计局一窝给端了。 陶城南的后背冒出了一身冷汗, 他突然觉得这个陆宇真的不简单。 刚来第二天, 不仅调整了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更是犀利出手将审计局都调整了, 简直就是狡猾无比。 只不过, 他现在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是对陆宇继续施压说道, 证明起这些人的确该严肃调查处理, 我会让农书记那边严肃查处。 不过, 还是希望陆市长将省里的审计工作解决好。 陆宇知道陶城南生气, 给自己施压, 也听出陶城南希望让自己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他平静地说道, 陶书记, 我来的时候, 省里的审计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 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多说什么, 否则会让人觉得我们东阿市有问题, 甚至是不配合审计, 所以眼前只能是让审计厅把所有的问题都审计出来, 我们最后再说。 陆宇说得很隐晦, 但也变相地告诉陶城南, 这些审计的问题他阻挡不了。 陶城南心头虽然很不爽, 甚至是带着一丝郁闷, 于是就说道, 陆市长, 审计和财政这边可都是你市政府的工作范围, 还希望你能够担起责任。 陆宇文听微笑, 陶书记尽管放心, 只要是我陆宇负责的工作, 我肯定会把每件工作都负责好。 陶城南听到陆宇打着官腔的回应, 也知道自己不能再说什么, 尤其审计局这次的塌方, 让他现在也没有心情, 于是说道, 那就辛苦陆市长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陶城南说完, 都不等陆宇说话, 就将电话挂断, 显然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陆宇倒是也没有在意, 他将手机放下, 看向寒冰说道, 去叫人把这里都收拾了, 要不然一会儿怎么吃泡面。 寒冰听说吃泡面, 他现在觉得自己腹内幸好没有东西, 要不然都恐怕会翻江倒海地吐出来, 哪里还有心情吃东西? 胃口更没有, 但他也钦佩陆宇的强大心理。 寒冰连忙找来宝洁, 把会议室收拾出来。 不过, 证明起七个人面如死灰, 他们知道自己完蛋了。 此刻, 就连李全民的目光, 都不看向他们, 毕竟刚刚逃成南兜, 已经无法阻拦, 这是木已成舟了。 十几分钟后, 农志文亲自带人过来, 把七个人带走调查。 他们离开, 整个财政局的会议室内, 算是彻底安静下来了, 只是每个人心头都是翻江倒海。 尤其是陆宇, 让很多人的眼神中都出现了敬畏。 就在这时, 审计厅那边检查的人员 已经抱着方便面回来了。 只是审计厅的那些人, 都被熏得没有胃口, 谁都不肯吃, 纷纷开始摇头, 继续开始工作。 反倒是陆宇很淡定从容地 拿起一桶方便面, 他自顾自地泡着, 开始吃了起来, 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陆宇的从容淡定, 让坐在他对面的审审计厅 巡视员江敏都不住微微醋眉, 他越来越看不懂眼前的这个陆宇。 虽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张扬, 但对刚刚陆宇的处理方法和套路, 感觉很老道, 不急不缓, 让对方随意思维, 最后一刀见血。 想到陆宇如此年轻, 就走到这个市长位置, 看来果真是有自己的能力。 审计厅的其他人, 虽然对于陆宇内心有不满, 但他们也同样钦佩这个年轻人。 他们的审计工作 一直忙到晚上9点30分才结束, 而他们回去的时候, 陆宇也才刚刚从这边一起回去。 在整个后续检查过程中, 陆宇什么都没有说, 没有管, 更是没有打招呼, 就像是陌生人。 李全民一直坐在旁边, 不停地摆弄手机, 他一直在与陶城南沟通 研究审计局的新人选。 眼前这种情况下, 审计局这些人不调整, 陆宇也不会同意。 尤其见识到陆宇今天硬生生地 将办公室主任谢鹏举废掉, 让刘斌上尾, 就看出陆宇做事的霸气。 陆宇回到自己住的招待所时, 看到刘斌正在门口等着他。 刘斌看到陆宇, 连忙满脸笑容地走了过来, 恭敬地喊道, 陆市长您好。 陆宇看到刘斌对自己恭敬的样子, 就猜到刘斌已经知道高升为办公室主任了。 他笑着点点头说道, 你来得正好, 我正有事要找你。 陆宇开口就是很热情, 这让刘斌有些出乎意外, 陆宇今天说要提拔自己, 下午就搞定, 让他对陆宇钦佩的五体投地, 连忙对着陆宇说道, 陆市长有事尽管安排。 陆宇微微汗手, 没有说话, 而是打开门, 进入了房间。 刘斌连忙跟进去, 马里地给陆宇倒水。 陆宇却摆摆手, 看向刘斌, 示意他坐下后, 说道, 给我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担任审计局局长。 刚刚要坐下来的刘斌, 听到陆宇的这句话, 身体在空中疼得一下站直, 就像是一个被强力压缩的弹簧。 而他的眼神中都是震撼, 没有想到陆宇会让自己推荐人。 陆宇想到刘斌身后的靠山, 就是市委副书记龙鹏魂, 他现在就想要把这个审计局局长的人选送给龙鹏魂。 一方面让龙鹏魂感觉到自己对他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是想要撬动东阿市的常委会。 陆宇看到刘斌这个紧张样子, 笑着说道, 我正好要洗个澡, 收拾一下, 你去把这个人选情况给我找到, 拿来让我看看。 刘斌本来自己也不知道推荐谁, 准备去问龙鹏魂, 听到陆宇安排, 当即点头, 站起身说道, 陆市长稍等。 去吧, 今天晚上把这个人选定下来。 陆宇说完, 很随意地朝着浴室走去。 刘斌已经一溜烟地跑出去, 边跑边找市委副书记龙鹏魂的电话拨打过去。 龙书记您好。 刘斌拨通电话, 对着另一边的龙鹏魂客气地喊道, 龙鹏魂此刻并没有睡觉, 今天审计局七个人全部被查这件事情他知道了, 正在思考下一步如何争取给自己人某个位置。 看到刘斌打来电话, 他的脸色缓和了好多。 陆宇今天相当于给他的人一个高声机会。 龙鹏魂笑着对刘斌说道,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 看来你这办公室主任的角色进入得挺快。 刘斌面对龙鹏魂的调侃倒是没有在意, 而是有些焦急地说道, 龙书记, 我刚刚在招待所等陆市长回来的时候, 他突然给了我一个任务。 任务? 龙鹏魂的语气中充满了疑惑, 声音都有些微微拉长。 刘斌自己此刻说起来, 都仿佛是在做梦, 但他还是极力地控制一下情绪, 对龙鹏魂说道, 陆市长让我给他推荐一个审计局局长的人选。 推荐一个审计局局长的人选。 龙鹏魂忍不住开口重复, 眼神中都是错愕。 一个市长让一个不熟悉的办公室主任 推荐审计局局长人选, 这个安排匪夷所思。 龙鹏魂面色严肃地思考陆宇目的是什么? 正常来说, 空出来的这一个审计局局长位置, 可是政府序列部门实权的位置, 很多人恐怕都会盯着。 就连他还在怀疑陆宇是想用这个位置 来让东阿市的一些人主动向靠近示好, 借机拉拢人才。 却没想到陆宇对这个位置并不看重, 甚至让刘斌一个办公室主任给推荐。 龙鹏魂微微沉思了片刻, 他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已经不住点头, 想明白了。 刘斌一直没有听到龙鹏魂的回应, 神色有些紧张不安, 陆宇可是等着回话呢。 刘斌, 以后在工作中多多配合陆市长。 龙鹏魂的语气中充满了柔和, 对着刘斌提醒。 刘斌有些微微发愣不解, 警惕地问道, 龙书记的意思是, 看来陆市长能够在丰都县崛起, 又年纪轻轻地当上这个市长, 可真是不简单。 龙鹏魂自然是看破不说破, 但也希望刘斌能够表现得好一些。 刘斌虽然不知道龙鹏魂的具体意思, 但他也是个聪明人, 本来内心就感激陆宇, 正在担心自己和陆宇走近, 让自己的靠山龙鹏魂不悦。 如今, 龙鹏魂亲自指示, 他就更可以顺其自然地支持陆宇。 刘斌, 龙书记尽管放心, 我一定把工作干好, 不过, 我还是更落实您的要求。 龙鹏魂听到刘斌的这句承诺, 他忍不住笑了, 一切都往前看, 慢慢走, 千万不要着急。 刘斌没有明白龙鹏魂的意思, 继续试探地问道, 龙书记, 那审计局局长的人选呢? 我建议让张力华去吧。 龙鹏魂说出自己的人选。 刘斌没想到, 龙鹏魂会推荐一个女人的去当审计局局长。 张力华如今任的是统计局的局长, 那是一个冷衙门, 去审计局这一步可是进步不小。 不知道陆市长会不会同意。 刘斌有些没自信地说道, 龙鹏魂的脸上笑容更加浓烈了, 他很清楚陆宇, 其实是把橄榄枝抛给了自己, 也算是隔山打虎。 也正因为如此, 龙鹏魂才钦佩陆宇的聪明, 能够采取这样的方法让自己与其走近。 一连给了自己两个好位置, 这样的好处, 他不得不接受。 龙鹏魂很清楚, 陆宇可不是王海峰。 陆宇身后至少在站着省委书记赵平。 过去, 龙鹏魂在这里处于中立位置, 是因为这里的一切斗争都太激烈了, 所以他一直没有出手。 但现在不一样, 跟陆宇这样的人一旦合作好了, 他未来可期。 想到这些, 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就浮现出了 丰都县现在的县委书记陈天旭, 传闻已经马上要高升了。 陈天旭过去五年, 县委书记基本没有做什么出名的事情, 更多的都是陆宇。 但他的配合, 就让陈天旭减足了政绩。 龙鹏魂想到这些, 内心微微波澜起伏, 他对着另一边的刘斌说道, 你就按我说的回去跟陆市长会报好了。 刘斌听出龙鹏魂信心十足, 于是说道, 好的龙书记, 那我现在就回去汇报。 抓紧去忙吧, 时间不早了。 龙鹏魂说完, 挂断电话。 不过, 他立即给张力华拨去电话。 张力华电话接通得很快, 恭敬地对龙鹏魂喊道, 龙书记您好。 现在东阿市审计局的局长位置空出来了, 我推荐你去当这个局长, 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龙鹏魂对着另一边的张力华说道, 张力华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都似乎惊傻, 好像没有反应过来。 有时间去找陆市长汇报一下工作, 若是真的当了审计局局长之后, 全力以赴地配合陆市长工作。 龙鹏魂对张力华继续安排道, 张力华时刻才反应过来, 对着龙鹏魂连忙恭敬地说道, 谢谢龙书记。 不过我能当上吗? 张力华的语气中明显充满了不自信, 毕竟他不认识陆宇, 又知道陆宇将审计局的七个人 同时给弄去调查了。 这种情况下, 陆宇肯定会关注这个局长的位置。 龙鹏魂却是平静地对张力华说道, 是在人为。 张力华听龙鹏魂说是在人为, 懵懵懂, 但想到龙鹏魂是自己的靠山, 肯定不会骗自己。 于是感激地说道, 谢谢龙书记, 把你的基本材料发给刘斌。 龙鹏魂说完, 挂断电话。 张力华感觉自己就像是中了大奖, 压下心中激动, 将自己的个人材料发给了刘斌。 刘斌本来正在办公室内 整理张力华的资料, 收到张力华发过来的详细信息后, 很快就完善完毕, 拿着这个信息回了陆宇住的招待所。 陆宇正好也洗澡完毕, 看到刘斌回来, 笑着问道, 找到合适的人选了吗? 刘斌将张力华的信息递给陆宇说道, 陆市长, 统计局局长张力华相对比较适合。 陆宇接过张力华的信息, 大概看了一遍, 是个38岁的女人, 在统计局局长的位置上 已经干了两年半, 也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局长。 行, 这个材料就放在这里吧, 我再看看。 刘斌点点头, 但他心中却都是疑惑, 陆宇基本就同意了。 刘斌趁机问道, 陆市长, 明天你的工作有什么安排? 明天我会把秘书换掉, 换成林墙。 陆宇对刘斌说道, 刘斌闻听, 脑袋嗡的一声, 他对陆宇这种用人 确实非常看不懂, 怎么竟然将神威组织部 一个愣头青弄来当了秘书? 但也更加敬畏, 连忙点头, 好的陆市长。 明天我安排, 明天我的其他工作 暂时都不进行, 我会利用一天时间 熟悉东阿市的全部工作, 包括上面所有下发的文件, 全部给我送来, 我要逐一阅读。 刘斌依依点头记下, 确定没事之后, 他才离开。 陆宇对于审计局的七个人员位置, 一个都不要, 但他要统计局局长的位置, 拨通了市政府秘书长马子华的电话。 陆市长您好。 马子华接通电话, 对陆宇更加恭敬, 语气中都能显示出那种敬畏。 陆宇当然知道, 这一切是因为自己今天撤掉谢鹏局, 以及收拾审计局的事, 震慑了很多人。 官场就是这样, 你若别人都踩你, 你强了, 别人都会害怕。 陆宇笑着对马子华说道, 马秘书长, 上次你给我推荐的三个市政府人员中, 哪一个比较适合去统计局当个局长? 当统计局局长, 马子华眼睛都瞪圆。 马子华怎么都没想到, 陆宇会把自己的话如此重视, 这让他内心非常复杂, 更是充满了激动, 双眼充满光亮地说道, 我觉得老干部处处长苏华比较适合。 陆宇通过赵迎斌的人员材料, 对于苏华这个人有些了解, 是个机关里工作多年的人, 对机关的工作经验确实比较了解。 陆宇, 可以, 那就让他来担任统计局局长。 马子华听到陆宇同意, 再次震撼。 陆宇在东阿市的常委会上, 一票支持都没有, 他能够决定苏华的这个位置吗? 统计局局长又调到哪儿去? 难道去审计局当局长? 马子华的内心引起了一连串的疑问, 不过他却试探地对陆宇问道, 陆市长, 这个调整能通过吗? 陆宇听出马子华的担忧, 对于他的真诚倒是很高兴, 笑着说道, 这件事情我尝试一下吧。 马子华知道陆宇不可能告诉自己详细的安排, 也就没有想要八卦, 连忙回应道, 好的陆市长, 有什么安排你尽管通知我? 好, 就这样。 陆宇挂断电话, 他又找到高强锋的电话拨打过去。 高强锋正在办公室加班, 因为陆宇在常委会上的届时安排, 他接手了制定阿市发展规划, 要求三天之内必须完成, 这个活弄得有些郁闷和焦头烂额。 看到陆宇打来电话, 想到自己加班, 审计局的人喝酒被查, 他眼珠转动, 故意没有接听, 让电话自己挂断。 陆宇并没有生气, 反倒是面带微笑, 猜到高强锋心中肯定是有些不舒服, 他想要看看高强锋的表现。 他的手机很快就响起, 是一个坐机打来的电话。 陆宇接通电话, 高强锋客气的声音在电话另一端传来, 陆市长, 我刚刚去厕所了, 手机要没电, 我就用坐机给您回过来了。 陆宇听到高强锋的解释, 脸上笑容更加浓烈, 他知道高强锋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 他在加班呢。 想到高强锋这样表现, 陆宇就知道高强锋是想要给自己留个好印象。 同时也说明, 高强锋内心还是有所期盼。 陆宇此刻摸清高强锋的心思, 与其下不相处也就有了清晰思路, 变得更加从容淡定了。 陆宇很清楚, 只要高强锋有期盼, 就可以让高强锋慢慢地在常委会和市政府党组上的作用发挥出来。 陆宇非常淡定地说道, 高市长, 今天审计局发生的那些事情你知道吧? 高强锋听说审计局的事情, 不能装糊涂, 连忙回应道, 我听说了。 审计局七个人同时出去喝酒, 已经至少违反了作风问题, 这也是他方问题, 性质恶劣, 要严肃处理。 陆宇的语气低沉, 充满了浓浓的怒意。 高强锋不明白陆宇的意思, 想到这是邵俊杰分管的部门, 于是试探地问道, 陆市长, 这件事情, 邵市长那边是什么态度? 我今天在财政局会议室检查的过程中, 始终都没有看到邵市长, 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陆宇平静地叙述一个事实, 高强锋眉头调了调, 没有回应。 陆宇不想说邵俊杰这件事, 于是就对高强锋问道, 高市长, 审计局这边要调整人, 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推荐一个。 高强锋就是一愣, 没想到陆宇居然让自己推荐人, 这不是想用自己的人吗? 陆宇似乎像解释一样说道, 这次审计局重新调整人, 一定要调整素质过硬的。 我虽然与高市长接触不多, 但我看高市长能力很强, 洁身自好。 我相信高市长用的人 也肯定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高强锋没想到陆宇竟然对自己如此肯定, 这让他内心还是微微有些波动, 甚至有一些兴奋。 面对陆宇抛出的橄榄枝, 想到自己虽然是一个中立的常委, 但毕竟也是有一票, 也是有一些跟自己的人。 这个审计局可是市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 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人能够有机会调整进去。 高强锋于是就对陆宇试探地推荐道, 旅游局的副局长, 温强比较适合。 高市长把他的情况给我一下, 然后到常委会上的时候, 我好能够有个推荐的理由。 陆宇温强的更多信息都没有问, 就直接同意了。 这让高强锋有些措手不及, 甚至是出乎意料。 好的陆市长, 我一会儿就将温强的情况发给你。 高强锋已经变得更加恭敬客气, 那我就不打扰高市长加班了, 关于东阿市发展规划这个事, 就需要你来辛苦了。 陆宇笑着对高强锋说道, 高强锋此刻已经没有了最初加班时的愤怒, 相反他对陆宇的印象在不停地改观, 连忙说道, 不辛苦。 陆市长放心, 我一定做好。 辛苦高市长,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告诉我。 陆宇说完, 挂断电话。 高强锋此刻已经充满了动力, 他双拳紧握, 快速找到温强的信息发给了陆宇。 陆宇收到, 只是给他回复了一个OK手势, 这件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这一晚上, 陆宇已经将整个审计局要调整的事, 能做的全部做了。 这次他要通过审计局的调整, 把高强锋这个中立派拉到自己这边。 这样一来, 高强锋将会在市政府的党组会上 和未来的常委会上都支持自己。 若是能够得到高强锋和马子华两个人的支持, 自己在这个市政府的党组会上就很有发言权了。 陆宇要一点一点地耕耘, 把这个东阿市的壁垒打破。 他在睡觉之前又给黄飞虎发了一条信息, 让黄飞虎依然不要来东阿市, 但给黄飞虎布置了任务, 暗中调查冯氏集团的事情。 此刻, 江敏正在与省长汪竹烟通电话。 汪省长您好。 江敏的语气中充满了尊敬和客气。 大家同为女人, 所以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一些。 汪竹烟来到江东省后, 她对于审计厅也是非常重视, 想要调整审计厅的班子成员, 而江敏就是她的一个重要培养对象。 这一次东阿市的审计调查, 汪竹烟专门安排江敏带队, 也是对江敏的一个考验。 汪竹烟笑着问道, 东阿市这边的调查怎么样? 顺利吗? 总体上还可以, 发现了很多问题。 江敏将调查出来的一些问题, 简单地做了汇报。 汪竹烟听到这些问题, 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反而还平静地问道, 陆宇是什么态度? 她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江敏听到询问起陆宇, 忍不住苦笑说道, 陆市长没有与我们说过一句话, 所以不知道她有什么想法。 哦! 汪竹烟听到这个消息, 明显就是有些出乎意料。 另一边的江敏将情况都讲述了一遍。 汪竹烟听完这些情况, 她自己都差点笑了, 那张成熟风韵的脸上多了一抹欣赏。 只不过江敏看不到, 汪竹烟深吸两口气, 压一下自己内心的喜悦, 对江敏说道, 那你们就好好的查, 认真的查, 多给查出一些问题, 看看她这个市长什么态度。 汪竹烟的愤怒, 让江敏反倒是心头一松, 以为真的鼓励, 开口保证道, 汪省长放心, 我一定将这件事情严肃查处。 汪竹烟, 行, 你们那边就辛苦一下, 有事情或者困难, 给我打电话。 江敏, 好的汪省长。 汪竹烟已经挂断电话。 江敏的内心充满了力量, 她知道这次自己在东阿市的审计调查 可以变得更加严肃认真。 而另一边的汪竹烟 已经拨通了陆志国的电话。 陆志国接通汪竹烟的电话, 语气尽量平和地问道,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 都成老女人了, 休息不休息有啥用? 反正长得丑眉也没人看。 汪竹烟虽然是省长了, 但此刻与陆志国说出话时, 还都是言语, 透着浓浓的不满。 陆志国也没法说什么, 只能是含糊其词地问道, 现在江东省的工作还算顺利吧。 汪竹烟看到陆志国对他说话, 总是这样距离很远, 让他内心有些微微不爽, 能有什么不顺利的, 那么多事, 那么多人, 你都经历过。 陆志国的眉头, 微微皱了起来, 这句话说得是不是有语病? 我发现咱们的儿子越来越聪明了。 汪竹烟说完, 自己都笑了。 陆志国的脸却黑了, 他没有想到汪竹烟竟然整出了一句咱们儿子。 陆宇对于他这个父亲都不认, 又怎么可能认汪竹烟呢? 更何况, 他自己和汪竹烟也没有任何关系。 汪竹烟似乎也知道了陆志国的想法, 他也不纠缠, 而是继续说道, 我为了给陆宇在东阿市破壳, 专门安排审计厅的人去审计, 这小子真是见缝插针。 汪竹烟很兴奋地将事情介绍了一下。 陆志国听完汪竹烟的安排, 还有陆宇的做法, 他内心都是微微震撼, 没想到陆宇竟然如此聪明。 尤其是见到审计厅的江敏巡视员一句话不说, 连续几次, 这种做法绝对是高明。 更重要的是内心底气十足, 但凡要是没有底气的人都不敢如此。 我发现这小子鬼惊鬼惊地, 把事情悄无声息地都做了, 好处都得了, 却还对人家江敏等人一点都不感激。 汪竹烟对着陆志国抱怨, 言外之意就是陆宇对审计厅的人太不尊重了。 陆志国想到陆宇如此聪明, 自然不会不懂, 于是就笑着对汪竹烟说道, 既然你都说他是鬼惊鬼惊的, 那就走着看呗, 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这些事情。 行,你说的我当然听了, 为了他,我什么都能接受。 汪竹烟的语气似乎充满了复杂的喜悦, 这让陆志国听得极其复杂。 对了,我不在你身边了, 你是感觉清静了, 还是感觉日子没意思了。 汪竹烟画风一转, 对着陆志国问道, 陆志国有些颇为无奈, 对着汪竹烟回应道, 我们这都又老了好几岁, 都一把年纪的人了, 这些事情能不能不再谈了。 汪竹烟戴眉紧簇了两下, 对着陆志国说道,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 陆宇在我这里, 我要是不高兴了, 我就拿他出气。 陆志国对于汪竹烟有些颇为无奈, 但他知道汪竹烟就算是真的拿陆宇出气, 陆宇也不会听话, 更重要的是, 他不相信汪竹烟会那样对陆宇。 陆宇刚刚到任, 汪竹烟就能够这样安排, 帮助陆宇解决眼前困境, 足可见对陆宇是多么重视。 竹烟, 我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你也不要总是这样口是心非。 汪竹烟听到这句口是心非, 顿时不悦了, 我觉得口是心非的是你才对吧, 你难道这些年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们真的都老了, 这些事情不要再谈了。 陆志国有些颇为无奈, 对着汪竹烟说道。 汪竹烟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不悦, 冷笑着对陆志国说道, 行, 那我就不谈了, 那我以后专门谈陆宇工作的事, 我看他工作会怎么样。 汪竹烟说完, 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 脸上也多了一抹韵怒。 这次陆宇到江东省, 他是要培养陆宇, 也是要给陆志国悄悄警钟, 甚至希望陆志国能够答应他的婚事。 最重要的是, 他也想要看看陆宇的母亲到底还在不在, 如果陆宇的母亲真的不在了, 那么陆志国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了。 正因为如此, 在对陆宇这件事情上, 他有些时候和陆志国生气, 很想拿陆宇出气, 可又要保持一个理智, 万一要是真的成为一家人了怎么办? 故而才会面对东阿市如此复杂的局势, 给了陆宇这样一个契机。 汪竹烟的内心极度复杂, 甚至不断涌起, 各种想法和恼怒, 最后他都压下来了。 陆宇不知道这些。 第二天早上, 他来到市政府大门口的时候, 看到林强已经在市政府大门口等他。 林强看到陆宇, 脸上多了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尊敬, 快步地走了过来。 陆市长您好。 林强满脸笑容地上前打招呼, 在吴之前的傲慢。 你到了,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陆宇对林强笑问道。 林强有些不好意思, 抬手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陆宇看到林强的性格开始转变, 心中很高兴, 对林强未来充满期待, 笑着说道, 和我进去说吧。 好的, 陆市长。 林强连忙答应, 落后陆宇半个身位走在旁边。 陆宇微微汗手, 两个人并排走进东阿市市政府。 此刻, 正是上班期间, 市政府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他们看到陆宇, 都纷纷地站下, 礼貌恭敬地喊着, 陆市长好。 陆宇, 昨天算是第二天上班, 办公室主任谢鹏举就被废掉了。 而如今审计局七个人全部都要更换, 所以, 很多人对这个陆宇, 已经开始有了畏惧。 林强看到众人, 对陆宇, 都恭恭敬敬地见面打招呼, 内心很奇怪。 送陆宇到任的时候, 他可是看到过众人的反应, 简直就是熟视无睹。 陆宇对于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在意, 带着林强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临时秘书王赫正在收拾办公室卫生, 看到陆宇来了, 连忙满脸堆笑打招呼道, 陆市长早上好。 陆宇看到王赫的态度都开始转变, 心中却冷笑, 已经晚了。 看向王赫, 笑着说道, 王赫, 根据工作安排, 以后林强担任我的秘书, 你那边还是回办公室正常做你的工作好了。 正在拿抹布擦桌子的王赫, 听到陆宇不用自己担任秘书, 人当时就僵在原地, 手中的抹布都不自觉地掉了下去。 他是没有看起陆宇, 但也没想到陆宇会如此干净利落地把自己换掉。 目光看向跟进来的林强, 正好看到林强微笑看来打招呼, 他的眼底闪过一抹怨毒和痛恨。 只不过, 这抹目光反倒是激起了林强的高傲, 直接被无视, 很快就没有人理会。 好的, 陆市长。 王赫胸口就像是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 十分憋屈地点头说道, 林强, 今天把工作与王赫交接一下, 交接完之后过来找我。 陆宇对林强吩咐道, 好的, 陆市长。 林强答应一声, 看向王赫说道, 王秘书, 一会儿辛苦你把工作和我交接一下。 王赫听到林强喊自己王秘书, 他感觉连火辣辣的热, 就像是被人扇嘴吧。 自己这是一个短命的秘书, 三天都不到。 心中苦涩至极, 却只能是笑着点头。 不过,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陆宇没有在理会王赫, 对于王赫这个秘书, 但凡有一点好感, 他也不至于将其直接赶走。 王赫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误, 所以才让陆宇对他如此厌烦。 陆宇刚刚坐下, 办公室门没有关。 办公室主任刘斌就敲门, 手中抱着厚厚的遗落文件。 刘主任进来。 陆宇笑着喊道, 林强虽然不认识刘斌, 但已经快步上前, 将刘斌手中的文件接了过来, 刘主任我来。 林强的一个动作, 一声主任称呼, 给陆宇和刘斌都留下了好印象。 站立旁边的王赫, 相比之下, 的确就是不合格, 差距太大了。 陆宇、林强, 你先拿这个文件到你的办公室整理一下, 我和刘主任有话谈。 好的,陆市长。 林强答应, 抱着文件去了隔壁秘书的办公室。 王赫此刻也反应过来, 还想要努力给陆宇留个好印象, 笑着说道, 陆市长再见。 陆宇只是点头, 没有说话, 王赫这样的人, 给机会都不会把握。 王赫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 可惜已经晚了, 心中更加苦涩, 就像吃了黄莲。 房间内剩下陆宇和刘斌两个人。 陆宇, 刘主任坐吧。 谢谢陆市长。 刘斌嘴上感激着, 走到沙发边, 半个屁股落在上面, 人坐得笔直注视陆宇。 陆宇, 今天有几个工作你落实一下。 陆市长尽管吩咐, 刘斌身体刷的一下, 做得笔直。 陆宇, 做一个清单化表格, 把所有各部门每天工作内容清单化管理, 每天上报给我。 刘斌心中咯噔一下, 陆宇这个掌控工作方法很高明, 悄无声息的一招, 就将整个市政府的工作给掌控了起来。 我一会儿回去就安排, 今天工作统计完之后, 立即报给您。 刘斌身上都感受到了压力。 陆宇微微点头, 继续说道, 一会儿你把市政府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叫来, 我有事找他。 好的陆市长, 刘斌对于陆宇的工作安排完全就是看不懂。 陆宇,你先去忙吧, 顺便把人叫来。 刘斌站起身, 对陆宇点点头, 转身出去。 刘斌刚刚出去, 林强就抱着文件进来了。 陆市长, 我已经将文件按照各个部门分类, 按照下发时间顺序重新整理过了, 您看是否可以。 林强将文件放在陆宇面前。 陆宇对林强工作比较满意, 他刚刚没有告诉林强具体如何整理, 但林强自己已经主动思考整理, 系统明确, 很到位。 陆宇微笑对林强说道, 林强, 我目前在东阿市处境比较微妙, 所以, 这段时间你做我的秘书, 不要改变你的性格, 继续要表现出你之前的强势和高傲。 林强有些出乎意料, 他本来是要改掉自己这个问题的, 目光注视陆宇, 陆宇微笑, 继续叮嘱道, 尤其是与一些其他秘书交往的时候, 一定要表现得高傲。 林强内心着实想不通, 但性格本就比较高傲的他, 觉得很符合自己的性格, 很听话的点头, 陆市长放心, 去忙吧, 把秘书的工作详细地熟悉一下。 陆宇微笑安排, 林强点头出去, 陆宇坐下来看文件, 两分钟不到, 林强敲门进来, 告诉陆宇, 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立克来了。 陆宇方向文件说道, 让刘书记进来就行。 林强转身出去, 很快带进来一个四十多岁, 身材发胖高大, 一张大圆脸的中年人。 中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额头很宽, 整个人看起来脸都大了好多。 刘立克进来后, 恭恭敬敬地看向陆宇问候道, 陆市长您好。 我是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立克。 刘书记请坐, 我找你过来安排一些工作。 陆宇笑着一指对面沙发。 好的陆市长。 刘立克嘴上答应着, 走过去坐了下来, 人显得很拘谨。 陆宇知道谢鹏举被撤掉, 已经杀意警百, 很多人开始畏惧了。 他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端起面前的水杯, 喝了一口水。 陆宇的淡定从容, 让刘立克心中没底, 人做得更直了。 陆宇已经准备给刘立克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刘书记, 我们市政府的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应该就是常务副市长李市长吧。 陆宇开口问道, 刘立克不明白陆宇意思, 连忙回应道, 是的陆市长, 李市长是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我是专职副书记。 平时你们直属机关党委的工作 应该就是李市长直接负责, 对吧? 陆宇继续问道, 刘立克点头, 是这样的。 这样说, 你们直属机关党委的权力 能够大许多, 我教给你的这个工作 肯定能够完成得很好。 陆宇笑着说道, 刘立克感觉身上的压力很重, 陆宇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但他却感觉到很多工作要来了。 机关纪委也应该是在你们直属机关党委, 对吧? 陆宇又看向刘立克问道, 刘立克心秃秃直跳, 但也只能是硬着头皮点头, 是的。 昨天审计局出现的问题, 给我的警醒很大。 作为我们市政府, 不能忽略了眼前的这些作风问题, 若是忽略了作风问题, 我们只能是让自己的问题更多。 陆宇突然语气变得凝重, 似乎压力重重。 刘立克更不明白陆宇的用意, 身体做得笔直, 没法回应。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目前我们市政府的纪检组组长 还没有到位, 所以现在党组成员里 还缺少一个纪检组组长, 同时还缺少一个党组成员, 对吧? 陆宇继续对刘立克问道, 刘立克现在已经彻底摸不清 陆宇是想什么, 只是机械地点头。 从他进来开始, 陆宇问的几个问题, 越来越脱离了直属机关党委的这个层次。 刘立克现在有些搞不懂陆宇, 到底想要安排他做什么? 越是不懂, 就越是容易胡思乱想。 越是胡思乱想, 也就变得越心乱。 我觉得, 直属机关党委应该是武装我们头脑, 丰富理论, 提高我们素养的地方。 陆宇画风一转, 对着刘立克说道。 刘立克看到回到原来的问题, 才机械地点头回应, 是的陆市长, 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有差距, 下不需要努力。 陆宇听到差距, 笑着问道, 差距在哪里? 下不努力应该在哪里? 刘立克本来被问得就呼呼悠悠, 突然被问到具体问题, 就哑口无言了。 他刚刚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个机器人回应陆宇的问题, 所以, 这次回应的时候就多说了两句, 却没想到陆宇追问了起来。 他宽大的额头上, 都渗出了秘密汗珠, 有种莫名的不安。 刘书记不用紧张, 有事慢慢说就行。 陆宇反倒是表现得很关心说道。 刘立克内心已经咚咚乱跳, 眼前的这个陆宇, 他彻底看不懂。 想到谢鹏举一个办公室主任, 就那样轻易地被陆宇给撤掉, 他的心中开始慌乱了。 虽然平日他与李全民走得很近, 但他很清楚, 不算是李全民的嫡系。 谢鹏举那可是李全民弟弟道道的嫡系, 结果呢? 李全民在陆宇要撤掉时, 连保护都保护不了, 就直接废掉了。 刘立克越想这些, 内心越是忐忑, 越是不安害怕。 刘立克紧张之下, 疼得站起身, 看向陆宇说道, 陆市长, 我的工作还有很多差距和不足, 但希望您能够相信, 我一定会改正提高。 陆宇看到刘立克这个反应, 知道刘立克已经害怕, 心理防线要被攻破了。 他反倒是很从容地摆摆手, 是以刘立克坐下说道, 我叫你来, 主要是了解一下党舰的情况, 又不是批评你, 你紧张什么。 刘立克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再次坐下, 只不过心中还是更加紧张。 陆宇知道自己立威的目的已经要达到了, 于是看向刘立克说道, 我主要是让你安排机关纪委下发一个关于很抓市政府各部门工作作风的管理规定。 刘立克听到是这个工作, 整个人算是轻松了很多, 忙答应道, 我一会儿回去就安排。 这个管理规定我就不参与了, 你们与理事长直接研究, 但目的就是要改变工作作风, 杜绝发生审计局那种事情。 陆宇强调道, 刘立克此刻终于明白陆宇为何说纪检组组长不在了, 原来是把这个工作要推给自己。 但他也没法说什么, 毕竟机关纪委也的确有这个职责, 当场表态说道, 陆市长放心, 你们制定得快一点, 争取今天就完成。 陆宇对刘立克强调道, 刘立克看到陆宇如此着急, 也不敢耽误, 连忙点头答应, 没问题。 陆宇点头, 去落实吧。 好的, 陆市长。 刘立克答应一声, 转身出去。 陆宇看到刘立克转身时, 衬衫的后面都已经湿透了。 他知道这个刘立克是真的害怕了, 嘴角微微勾起, 脸上多了一抹深意的笑容, 局面慢慢要打开了。 他继续低头看文件, 已经不再理会今天的其他事情了。 刘立克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李全民。 李全民听后气得直骂娘, 觉得陆宇就是在整事。 陆宇刚刚来第三天, 现在已经开始要立微班的制定规定了, 可这个活又不得不安排, 只能是同意让刘立克去做。 可在李全民的心中, 这个工作就是个走过场, 他才不相信能够做出什么效果。 陆宇一上午把所有的文件全部都看完了, 这些文件看完之后, 他心中对于整个江东省有了一些了解, 对于东阿市也有了一些了解。 眼前东阿市的发展, 的确让陆宇感受到了浓浓的压力, 从上到下, 可以说非常关注重视, 可东阿市目前的情况确实很差。 陆宇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省审计厅的审计, 正常这个审计还没有结束, 却不知道审计到什么效果, 已经没人找他了, 陆宇的嘴角露出了冷笑, 审计的这把刀锋芒还没有彻底暴露呢。 他准备等这段时间熟悉后, 调整一下, 之后把分工全部都调整了, 看看这几个副市长会如何工作。 当当当, 就在这时, 他的办公室门被敲响, 进来, 陆宇收回心思, 看向门口喊道, 办公室门推开, 一个四十岁上下, 穿着比较正统, 看起来比较清爽秀丽的女人, 出现在陆宇的办公室门口, 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 请不吝点赞,